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前5050三位成员们的最新近况 后援三位5050前成员的粉丝们Fight for Fifty 最近联系了代理三个人的法律团队并询问 粉丝们该如何支持目前进行中的法律诉讼 而前成员们的律师为了给粉丝们提供安慰和希望 达了以获得前成员们允许的可以公开分享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前成员给粉丝们传达的信息 大家好,即使在许多困难的情况下 你们仍然联系并支持我们,我们对此申表感谢 目前透过诉讼最终达成了我们所希望的专属合约解除 不再是Attract的所属艺人 因此粉丝们无法为我们提供特别的法律帮助 不过成就,我们三位成员在恢复健康的同时 正在持续练习并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公司 我们仍然怀有维持音乐活动的意志 和成为能带来正面影响的艺人的希望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尽快站在粉丝面前 即使感觉有些缓慢,也请大家相信并支持我们 祝大家有一个温暖的年末 请记得我们的心总是与大家同在,谢谢您 三位前成员仍然持续练习唱歌跳舞 并在寻找新的经济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带来正面的影响力,会有接触他们的公司吗? 前所属公司通知他们解除合约的那件事 他们竟然说是自己达成的? 不是要和Ansoni那个人签约活动的吗? 比起找经济公司,自己创立一家公司可能会更快 这不是在挖苦而是认真的建议 他们对Ottrict也不满意到那种程度 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满意的 可能会重复同样的事情 想支持诉讼的疯子粉丝们 还不如做个募资活动来一起支付违约金吧 除了那个还能做什么呢? 撇开会不会有经济公司接纳他们? 对于三位成员继续想要当歌手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战姐放下相机的Karina 在昨天12月31号MBC开与特出展 Aspir Winter发现保安在管制粉丝们的相机后 就告诉了Karina Karina马上就告诉了战姐 天哪!太感动了!战姐应该这一生都无法脱粉吧? 通常年末活动不会管这大炮相机 但凯亚特出展是在MBC内部举行的 所以会被抓哈哈 有罪Karina旁边的云特也太可爱了 Karina非常镇定 云特很紧张 所以更可爱 太对比了可可 接下来